激進派議員維持拉布 搞到立法會議案大塞車 很多維民措施都受阻 搞了個幾月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終於剪補 為辯論設定時限 那群激進拉布議員固然令人討厭 但見著人拉布又站在一邊 不出聲的溫和民主派 也好像不記得自己是議員 站在一旁當看花生鬚 同樣不好得幾多 這群所謂溫和派 拉布之初一直閃閃縮縮 一味說不支持拉、不支持剪 當曾玉成決定順應民意剪補 突然又撲出來問為何要剪補 這個現象認真奇怪了 繼任拉布期間 這群人全面隱形 不知還以為他們放了家 現在又跑出來抽水佔道德高地 你說這些是什麼議事態度 不參加拉布 因為怕得失選民 不阻止拉布 又是怕得失選民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好處的 想兩邊好處都拿了 你當選民是傻的嗎 真是沒什麼政治道德 政府官員早已說過拉布 無論很多與民生基層有關的項目 好像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縱門、掌身津、商量等等 通通受了 既然做得溫和民主派 理應支持展報 所以說溫和派近年失勢 不是沒理由的 繼我說 如果他們可以勇敢走出來 支持立法會設立展報機制 說不定還可以得到中間 理性選民的支持 各位,溫和民主派想得過的! haha awan 滅 拜託 昏 ?